大家好 我是選民內的電影 好冷靜 其實這個功能內容 其實我進來的時候 說了一點點就是 有個人拿著臉子 有些標語 進來就受到阻礙 一路入場的時候 五步一個不安全 十步一個似是機會功夫的人 即當你見到這種共產社會 一個獨床社會的秩序的時候 你們有什麼值得支持 什麼值得很開心 你見到你很強 綁港的時候 這個大學生被人放在後面 要很順的時候 其實這些什麼 遞保機制 你會知道 其實全部都是騙人 即很快就會 共產色的秩序 他就會當成我們香港 其實這些 就是藝保機制的論據 提早已經說到 回廣道爛 說到錯了 在座這麼多位 你們自問 有沒有譚耀宗這麼厲害 你們有沒有周浩鼎這麼厲害 他們都要在 電視營光網面前 丟人二眼的時候 然後 你們坐在那 你們能夠支持這什麼 一個律師 要在別人面前哭訴 要哭著 來告定衰 譚耀宗都要被CCTVB 質問他的時候 你們坐在那說的話 有什麼用呢 阿叔 阿叔 你自問 有沒有譚耀宗這麼明顯 譚耀宗 譚耀宗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 他們認 他們失敗了 就是可以有來報 我們失敗了 是沒有來報的 所以這個大寶機制 是一定不可以過的 好… 我希望今天所有發言的參加者 是就著我們的課題去談論 好 現在跟著請下一位